说实话这辆车稍显冷门了 以至于一些细节我都不是特别熟悉 我就比较全的带着大家来看一遍 然后一些特别细节的地方大家自己去发现 一个全新的前脸 而且是一个比较方正的大嘴造型 对于一台如此尺寸的SUV来说 前脸还是别做的太浮夸了 现在的样子我就是蛮喜欢 比之前的确实是好感大增 而且这一部分 你看似以为它跟前脸是一体的东西 但是它不仅是装饰 它是真正的大灯 就是跟我们之前看的图胜L 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处理的设计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来看 轮毂轮胎用到了一个普利斯通 配比给到了24550R20 现在我们看这辆3.5的V6的大机器 好像感觉很大的排量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排量法都越来越扬了 大家都去做小排量的涡轮了 但其实放在之前 大家看这么大的车身 然后放一个3.5的机器 这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协调的配置而已 这辆车它不光是如此大的尺寸 是用来家用的 现在还多了这个建赏家的版本 然后配上前面那个银色的前脸 其实还是能开除大佬的感觉 车内是时下比较流行的那种清爽的豪华感 大部分东西都用浅色 然后让你一上车都是一个比较舒适 眼前比较舒服的感觉 不是特别重的那种感觉 前面中控台用了一个浅色的木纹饰板 包括皮子也都用的是这种白色 上面做了打孔的处理 然后摸上去触感其实是比较光滑 然后也能摸到一些皮子的纹路的 然后附架这边是配备了腿托的 中间这一部分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块屏幕了 中控屏一看就是跟百度联合做的 现在的车系一直就是保持在那一个水平 就是好用然后够用也没有很多花里胡哨 然后又能让你去扩展的功能 这一部分就是那种老实的设计 说实话这一部分设计确实是老旧了一些大量的按键 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而且四驱的按钮也是在最显眼的位置 然后按键式的换挡 虽然是这么大的一台车 但是它的方向盘也是一个非常小巧的感觉 整个开起来 其实我们之前的驾驶感受 并不是那种特别燥的那种感觉 虽然它是那么大的一个发动机 但是它还是一个开起来让你比较稳 比较从容 比较有信心的一台车 然后我们现在坐在的这辆车 它是一个顶配的 也就是最贵的那个鉴赏家的版本 它配备了一些独有的配置 比如说它前面的那个中网的银色是它独有的 它配备了12个美国K-rail的扬声器 然后包括前排的这个书下座椅 也包括遥控泊车 然后前面的64色氛围灯都是它所独有 它和大多数的中大型SUV一样 虽然放了三排座 但是也仅仅是能保证了第二排的人 坐得非常的舒适 它现在是一个223的一个配置 大家能看到我现在的空间的状态 然后如果坐到了第三排的话 首先是一个矮板那儿 然后第二是基本没什么退步空间 也就是做一个应急的用途 对于一个中大型的7座SUV来说 帕里斯蒂还是有一个不错的后备箱的空间 如果你要在这里放行李箱的话 你可以这样横着放 如果竖着放 把前面的座椅往前推一些 能放更多个 帕里斯蒂之前在国内 它有两张牌可以打 就是3.5V6的机器 这在排放法规日见颜苛的今天 可以说是非常稀有的 而且它的售价还不贵 第二点就是它纯进口的身份 它的品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今天我们看过新款之后 我觉得它是有第三张牌的 就是一系列智能化配置的增加 到了今天 这已经是一辆已经有了上个时代 和这个时代同时的所有优点的一辆大杀器了 所以别老念叨什么大牌自吸大牌自吸 现在就摆在这买不买